路上读书的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著名作家 巴尔扎克的经典小说 欧野尼 格朗台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 不管在哪个领域呢 只要四个人凑一块组合出道 那名号一定是响当当的 比如古代警察的四大名捕 站在中国女人颜值之巅的四大美女 明朝江南的四大才子 香港娱乐圈的四大天王等等 所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连吝啬抠门的人都四人成团 C位出道了 您知道世界文学史上四大吝啬鬼吗 不知道的听众朋友们 两只耳朵竖起来了啊 敲黑板画重点 世界文学史上的四大吝啬鬼 是指沙士比亚喜剧 《维尼斯商人》当中的夏洛克 莫里安喜剧《千令人》当中的阿巴贡 果格里小说《死魂灵》当中的《破溜西金》 以及巴尔扎克小说《欧野尼格朗台》当中的格朗台 如果您是咱们路上读书的铁粉 肯定知道咱们已经介绍过果格里的《死魂灵》了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出门打个车 一部路上读书APP收听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巴尔扎克的 欧野尼格朗台 书中的主人公呢叫格朗台 他又有哪些吝啬的事迹 让他在众多文学形象当中脱颖而出呢 他家财万贯却极度吝啬 金钱凌驾于他的人性和亲情之上 他把经济大权紧紧地传在自己手里 不屑和虐待家人 从来没有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 更没有给他们送过任何礼物 每一顿要吃的面包 每一天要点的蜡烛 他都亲自分发 面对兄弟破产自杀 侄子走投无路的困境 他袖手旁观 无动于衷 直到临死那一刻 他眼里看到的仍然只有金子 这个活灵活现的经典人物 出自法国著名作家 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奠基人巴尔扎克之手 巴尔扎克呢一辈子写过91部小说 塑造了2000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 合成总集人间喜剧 这部小说集呢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 欧野尼格朗台呢被公认为当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 是巴尔扎克小说当中最具可读性的一部著作 接下来请带着以下三个问题 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走进这个世界级吝啬鬼的故事吧 首先 格朗台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其次 他女儿欧野尼对待金钱的态度跟他有何不同 最后这个故事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这本书讲了什么主要内容 一个守财奴的人性泯灭和家庭悲剧 在法国除了大巴黎以外 其他省份呢都被统称为外省 因为巴黎人和外省人是有很大差别的 当然了 这很大程度上是巴黎人单方面的想法 这就有点像咱们国家 在北京人看来呢 其他地方都是基层 在上海人看来 其他地方都是想象 在广东人看来 其他地方都是北方 那么连海南都算北方 开个玩笑啊 言归正传 在法国外省索莫城呢 这里最有钱的人呢 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 这个人的名字叫葛朗台 就是咱们今天的主人公 那么他是什么来头呢 索莫城呢 是个盛产葡萄酒的地方 所以需要大量的酒桶 葛朗台年轻时呢 就是个孤筒匠 这个孤筒匠能孤成索莫城首富吗 当然不是 他四十岁的时候呢 娶了一个木板商的女儿 拿到了一笔价值不菲的嫁妆 恰逢当时政府拍卖一块地 他就拿着老婆带来的嫁妆 贿赂了政府官员 用白菜价盘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 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 在他五十六岁那一年呢 他成了遗产收割机 接连继承了三笔遗产 分别是他岳母的 他妻子的外公的 和他外婆的 这三笔遗产一共有多少钱呢 谁也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死去的三位老人生前都很吝啬 一辈子省下来 肯定有了不少钱 有了雄厚的启动资金 再加上他精明的经商头脑 他们家的葡萄园呢 很快就成为当地的龙头企业 收成好的时候呢 他的葡萄园能酿出七八百桶葡萄酒 格朗还这么有钱 家庭生活怎么样呢 他用很低的价格盘下了一栋二手小别墅 尽管里面的家具和装饰已经破旧不堪 但是简朴的格朗台 没有花一分钱去装修这破房子 他的家里一共住了四口人 除了他自己 还有他的老伴格朗台太太 作为所莫成首富的夫人 这个格朗台太太 怎么说应该也是一个 珠光宝气体态臃肿的贵妇人吧 恰恰相反 格朗台太太骨瘦如柴 皮肤像木瓜一样黄 皱纹呢能夹死苍蝇 一副受苦受难的面相 虽然长得寒缠 但格朗台太太的好脾气是远近闻名的 她性格温顺 对丈夫百依百顺 在家里只有干活的名 没有享受的福 她给丈夫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和遗产 但家里的钱全部掌握在丈夫手里 每个月只有区区六个法郎的生活费 格朗台还有一个独生女 叫欧也尼 大小姐年方二三 亭亭欲立 清纯动人 引无数癞蛤蟆垂涎三尺 来您想想啊 索莫城首富唯一的闺女 肤白貌美又有钱 那是多大一块天鹅肉啊 癞蛤蟆怀喜对来呢 能绕地球一圈 现在人们都说穷养儿子富养女 但格朗台是穷养老婆穷养女 从小到大 欧也尼也没有收到过老爸任何像样的一份礼物 每年生日呢 老爸给女儿的生日礼物就是一枚精致的金币 这个金币可不得花 得放到箱子里存起来 叫做压箱钱 等他出嫁的时候呢 这就是嫁妆 格朗台觉得 这样呢 只是把金币从自己的箱子放到女儿的箱子里 并没有实际损失 还能从小培养欧也尼 吝啬的性格 格朗台家里呢 还有一个绰号 大个子的女佣人 叫拿农 这个拿农呢 长得五大三粗 虎背熊腰 又肯吃苦耐劳 拿一份工资 干几个人的活 是格朗台理想当中的仆人 到现在为止啊 他已经跟在格朗台身边三十五年了 出身贫苦的拿农 觉得这位主人对自己还不错 格朗台经常会把穿烂的鞋子送给他穿 有时候拿农 在树下捡个果子吃 主人也不会责怪 遇到丰收的年份 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 收烂的果子不得不拿去喂猪的时候 格朗台会跟拿农说 哎 吃呀拿农 尽管吃 总的来说呢 格朗台是个极度吝啬的人 他的眼里只有钱 他把家族的日常开销控制得死死的 每年呢 只能在固定的时期用壁炉生火取暖 如果不在他规定的日期内 哪怕地球进入冰河时期 也不能生火 除此之外 每一顿吃的面包 每天点的蜡烛 他都要亲自分发 一点也不能多 转眼到了欧野尼23岁的生日夜 前面说过啊 欧野尼呢 是城里所有癞蛤蟆都盯着的一只白天鹅 在众多的癞蛤蟆当中呢 有两只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一个呢 一只呢 是当地法院的亭长 德彭峰 一只呢 是富二代大学生阿道尔夫 两位追求者 当然不会错过这么重要的机会 他们带着珍贵的礼物 不与而同的来到欧野尼家里 给他送上祝福 这类情敌呢 还明争暗斗的较量了一番 事实证明 佩卷永远是佩卷 再怎么抢戏 也只能是佩卷 他们的爱情幻想 被一位不速之客扑灭了 就在大家闹得正热闹起劲的时候 一个22岁的年轻小伙 敲开了格朗台的家门 来者何人呢 这个小伙子叫夏尔 算起来 他不是外人 而是格朗台的侄子 欧野尼的堂弟 格朗台的弟弟早在23年前就移居巴黎 那时候还没有夏尔呢 两家人20多年没有来往 这次夏尔突然回来 是探亲还是旅游呢 夏尔来自看哪都是外省的大城市巴黎 一副花花公子的派头 面容清秀 衣着时髦 全身上下都很讲究 他一进门 那光彩照的屋子里的其他人呢 都有点吐里吐气的 欧野尼一看这位城里来的小哥哥 其实是小弟弟 他比夏尔还大一岁 小心脏当时就蹦蹦直跳 小脸蛋当时就火辣辣的 情动就这样出开了 那么夏尔这次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几天前 他的爸爸叫他去索墨城的伯父家住几个月 临走的前呢 还让他烧一封信给格朗台伯父 格朗台接过信呢 顺便把屋子里唯一一根点着的蜡烛也拿走了 自个儿看兴趣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老弟摊上大事了 夏尔这次回来不是探亲 也不是旅游而是被他的爸临终脱孤的 夏尔他爸在巴黎做生意破产了 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骗子 为了保住格朗台家族的声誉 夏尔他爸决定吞枪自杀 在他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前 他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去投靠伯父 可怜的夏尔还被蒙在鼓里 格朗台看完长信以后 心里五味杂陈 倒不是因为同情自己的老弟 而是家里又多了一张嘴吃饭 这么大一个拖油瓶送上门来 叫格朗台如何开心得起来呢 但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 夏尔的到来 就像一缕春日阳光 温暖了欧也尼小姐的心房 唤醒了她的少女情怀 自从这位小哥哥住进他们家之后 欧也尼时常会感到 莫名的开心和兴奋 院子里的景色凄轻 视野也不开阔 这些景色以前在他眼里平淡无奇 如今再看 却觉得新鲜而充满了魅力 有一种神秘的美 他开始在意自己的妆容和衣着了 还总是担心自己不够漂亮 家里来了客人 格朗台丝毫没有尽地主之仪的意思 每天的面包份量依然一样 而为了多切一份 面包片比以前更薄了 老爸是个铁公鸡 一毛不拔 欧也尼为了自己心爱的小哥哥 不惜瞒着父亲 跟女佣拿农串通 做了好酒好菜招待夏儿 换做以前 欧也尼就算吃了豹子胆 也不敢腻父亲的意 但爱情的力量 让这个乖乖女变得无所畏惧 格朗台直到家里的败家娘们 瞒着他超规格招待夏儿 气得他直跺脚 要是再不阻止他们 他们真会把整个索墨城 都搬到餐桌上来了 老奸巨华的格朗台 总想着早日把这个脱油瓶扔出门外 他赶紧把夏儿他爹 破产自杀的消息 一股脑的倒出来 还说根据老人家的遗愿 夏儿应该到印度去做生意 成功了就回来光宗耀祖 失败了 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呢 夏儿得知老爸的死讯之后 躺在房间里哭了三天三夜 茶饭不思 滴水不浸 可把欧耶尼心疼坏了 在夏儿失意落魄的日子里 欧耶尼也充分展现了 女孩子的温柔体贴和善解人意 他悉心照顾夏儿 两人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甜蜜的日子 他们还一稳定情 私定终身 有听众朋友可能就纳闷了 这近亲不是不能结婚吗 当时的法国是允许 堂兄妹和堂姐弟结婚的 另一边 格朗台也没有闲着 他弟弟在巴黎留下的烂摊子 他得去处理 如果说他是邦弟弟 倒不如说是他为了避免这事 对他本人的声誉造成影响 他一方面安排夏儿签订文书 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 不继承遗产 就不用偿还巨额债务 钻了个法律的空子 另一方面 他又拍卖了兄弟的遗产 支付了47%的欠款 以此稳住债主 并且信口开河说 等侄子发财之后 剩下的全部归还 格朗台这只老狐狸 略施小记 就忽悠的那帮债主团团转 这笔债被他拖延了五年之久 夏儿为了自己的前途 决定去印度敞荡一番 欧耶尼义无反顾的拿出 自己二十多年的全部积蓄 给他做盘缠和本钱 夏儿就这样踏上了 海外创业的冒险之路 结局如何 咱们在这先卖个关子 格朗台知道女儿给别人倒贴之后 气得是原地爆炸 他一怒之下 把欧耶尼软禁在房间里 格朗台太太本来身体就不好 看到父女俩反目成头 一时想不开就病倒了 眼看太太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 别人都劝格朗台 赶紧找个好点的医生上门来看看吧 格朗台竟然担心起医药费来了 他可是索莫成首富啊 这一犹豫一耽搁 格朗台太太一口气没上来 死了 赵康之妻死了之后 有人提醒格朗台 她的财产会重新登记 欧耶尼也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格朗台为了把财产全部揽在自己手里 胁迫女儿签署一份放弃母亲 遗产继承权的文件 欧耶尼没了妈妈 情郎又远在海外 杳无音信 生死未卜 钱对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让她签啥都行 父女俩就这样相依为命生活了五年 格朗台老爷子也到达82岁的高寿了 他得了瘫痪 生命正式进入倒计时 但他守财奴的本性一点都没褪色 可以说是身残至尖的另类表现 每天一早 他都要叫人推着他的轮椅 到他藏金字的密室门口 看着女儿把收租的钱一袋一袋装好 摆放整齐 然后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最后把那根宝贵的钥匙还给他 格朗台把这根比他性命还重要的钥匙 藏在贴身的口袋里 还时不时用手摸一下 跟病魔抗争了一段时间之后 格朗台终于扛不住了 他把床上的被子拽过来 捏得紧紧的 嘴里嘀咕着 捏紧捏紧紧 别让别人偷走了 教堂的神父来给他做临终盛事的时候 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嘴边 让他最后一次牵吻基督 而他竟然伸出手 想一把抓住这个金灿灿的十字架 这个动作耗尽了他最后一丝力气 欧也尼跪在床边哭泣 把一切照看好 到了那边向我交账 这句话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这个守财奴的一生 正式画上了句号 欧也尼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父亲 一千七百万法郎的巨额遗产 一夜之间 他从千金小姐 晋升为索莫城的女王 受到了众星彭月般的尊敬 想追求他的人更加疯狂了 然而自始至终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人 不用说你也知道 这个人就是夏儿 话说夏儿现在怎么样了呢 七年 夏儿整整离开了七年了 欧也尼连他的一封信都没收到 他是死了 还是忘记了当初的海事山盟 其实夏儿已经在西印度群岛发大财了 但是他发财的方式 可不怎么光彩 甚至可以说 每个金币上都流着腥臭肮脏的血 他贩卖黑奴 放高利贷 走私漏税 与各种肤色的女人鬼混 俨然一个无恶不作的汪洋大盗 为了追逐贵族头衔 他极力追求一个长相丑陋的贵族小姐 还急着写信 跟欧也尼撇清关系 五年前埋下的定时炸弹起作用了 当初格朗台向债主们承诺 剩下的欠款等夏儿发财之后会全部归还 现在夏儿真的发了财 债主们纷纷跳出来讨债 夏儿不想负债子还这一套 死活不肯掏钱 如果她不还钱 这件事就会影响她的声誉 她想攀贵族高枝的梦 也就要破碎了 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再次感叹爱情的伟大 爱一个人就是希望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哪怕她已经不爱你了 被爱所伤的欧也尼 以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 嫁给了德彭峰先生 但只做形式上的夫妻 为了夏儿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她帮夏儿偿还了这笔棘手的债务 恢复了她的名誉 当夏儿得知欧也尼已经继承了千万遗产时 她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倒霉的德彭峰先生婚后不久就死了 欧也尼年仅33岁就守了寡 往后余生 欧也尼过着虔诚慈爱的生活 她保持着以前勤俭朴素的习惯 却把大量的金钱 用作创建慈善基金会 养老院 儿童学校 图书馆等等 公益事业 我们能从书中获得什么 比金子更珍贵的 是无私的爱 好了 故事咱们已经听完 相信大家都对格朗台这个守财奴恨得牙痒痒的 那么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格朗台靠着妻子的嫁妆和亲人的遗产 获得了原始财富 后来又通过了一些肮脏的手段 巧取豪夺 成了一位爆发户 腰缠万贯的他 没有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极度吝啬 连每天吃的面包和点的蜡烛都严格控制 房子破旧不堪 也不愿花钱修筛 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只有能看不能花的金币 他冷酷无情 面对亲兄弟破产自杀的惨剧 侄儿走投无路的窘迫 他麻木不仁 无动于衷 因为欧耶尼向夏尔伸出援手 他与女儿反目成仇 妻子弥留之际 他的第一反应是请医生要花不少钱 他贪婪成性 视钱如命 临死之际 他还想抓住镀金的十字架 最后的一言竟然是叮嘱女儿 把一切照看好 到了那边要向他交账 金钱像猪油一样蒙蔽了他的眼睛 让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 最终导致了他个人和家庭的双重悲剧 然而有其父未必有其女 欧耶尼对待金钱的态度和父亲完全不同 他朴实善良 宽容扩大 勇于追求爱情 遇见夏尔之后 他不顾世俗眼光 不顾父亲的强权 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 得知夏尔落难 他毫无保留地献出所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